我是這個Session的講者Devoy 這是我跟我朋友的一個專案叫做MicroTensor 它是一個Deep Learning Inference Engine 專門設計來實現TinyML 這個情境的一個Deep Learning Library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會覺得 今天下午的講題好像都是要嘛 就在那邊講C++的code 然後昨天要嘛就在Python的code 當然我知道SideWork是重視code的一個community 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code 反正MicroTensor都是open source 你愛看code的話 你們就去Github上面看個code 我覺得我今天比較想要跟你們分享 或怎樣講的是你們看code看不到的東西 或者看code看不出來的東西 那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在開發的過程中 我們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經歷了什麼事情 所以說穿了我今天是來講故事的 OK 好 那講故事之前呢 介紹一下我們當時的故事裡面的主人公嘛 對不對 那第一位的話是我們的Michael 那他是一個 可能字有點小看不到 好 我就稍微 我下面有那個列一下他們的職業 我這樣講的就是如果是RPG的話 這是我們現在那個要去那個殺魔王的那個team 有些人可能是魔法師什麼之類的 這個title我稍微介紹一下 Michael呢 他是我們的Data Scientist 他同時也是一個數學家 可是很好很有趣的 他也是一個E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 OK 然後他自己給自己下的標題叫做 Embed Speed Coder 就是他寫Embed Code很快之類的 I don't know 反正是他自己給了自己的title 然後第二位呢 是我們的Neo 那他算是我們project的主導 應該說他是我們project發起的人 這樣子 然後當時就是他們就找 他就找了我們幾個人 就說我們來寫一個project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當然就是我啦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算是 算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對 然後那個 算是這四個裡面當時 主要在寫Python的人 然後最後一位是我們的Kazami 那他之前呢 也有在新創擔任CTO 然後那個 有蠻豐富的Embed System的開發的經驗 那這大概就是我們的team 好 那我覺得在我們 所以看到這樣的組成之後 基本上我就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們這四個人呢 純心就是要來搞事 對 那純心來搞事呢 我們在搞事之前 OK 我看很多什麼管理學的書嘛 那種高大上的管理學的書 就說你要搞事之前 你要搞清楚幾個W 為什麼 why啊 what how啊 然後where跟who之類的 OK 好 那對我來說 我們就來談談第一個W what what是什麼 好我們要搞事 我們要搞什麼事 microtensor 好那microtensor是什麼 OK 那對我們來說呢 我們當時的目 我們想要搞Mitrotensor 就是說一個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runtime 然後是專門設計給embedded System 那什麼叫做專門設計給embedded System 的這種 neural network inference inference runtime OK 第一個我們希望有個條件 有點像那個早上bug在講的時候 我們的wishlist大概長這樣 第一個 它的binary size要小 原因是因為在embedded System上面 它的資源比較有限嘛 你不會希望就是說 欸我build個library出來之後 10MB 欸不要太surprise 在embedded System上面 10MB是蠻不能接受的大小 OK 那 最好呢 在用的那個 跑的過程中呢 欸身為programmer 你可以用這個library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library在run time的時候 會用掉你多少memory 好 這是個蠻不錯的feature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它可能 我的資料可能 的來源可能 各種可能性都有 我有可能 因為在embedded System上面 你可以接各式各樣的外部裝置 你可以插一個SD card 你可以用個USB插上去 然後反正等等等等 所以 你會有各式各樣的那種 儲存的裝置 有各種的IO OK 那第三個 我們當然 最後 第四個 OK 它要容易使用 然後再來第五個 在embedded System上面 它那個什麼 硬體的條件可能 千幾百怪 所以 最好呢 你是可以很好的去做Extension 然後也很好的去修改它 好 那這就是我們目標 我們要搞的MicroDance 大概有這些條件 OK 那 好我們知道搞這件事之後 我們下一個W是什麼 為什麼 欸 好啊 那你說要搞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搞這件事 那 其實當時是說 我們的情境是TinyML 那時候TinyML 不管是Google的Conference 還是 Apple 就是Apple發表會上面 都會講一些TinyML的事情 他們都會跟你講說 喔 未來的世界啊 IoT的世界啊 如果你這些Device都很聰明 然後上面都有那個很聰明的AI的演算法 你就可以做到什麼Sensor Fusion 有沒有就是 意思就是說 喔我這邊放個Sensor 那邊放個Sensor 然後收集到你的資料之後 我就可以猜到你現在想要幹嘛 喔 我就可以猜到你現在想要幹嘛 然後自動就說 欸 我知道你已經準備要使用那個果汁機了 我就自動幫你把果汁機打開 等等等等 像這一種 好 那 那個想像很美好 現實很殘酷 殘酷的地方在哪裡 什麼叫TinyML 那 那想像一下你是要做TinyML的人 那 通常要做TinyML的人代表什麼意思 欸 你需要知道一點點 你至少要知道Device在幹嘛 對 有人有試過你在寫Code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的嗎 不太可能吧 對 你在寫Code 你在實作這個TinyML 多多少少你要知道 DeviceLending 我們背後用的那些AI演算法 在幹嘛 然後同時 你也是一個Imbed System的Programmer 所以你要略懂 Imbed System 那說穿了其實TinyML這個呢 這個題目呢 它的學習曲線極度的高 OK 那 好 那所以我們MicroTensor 為什麼要做MicroTensor 我們希望它容易使用 所以我們希望它 因為它容易使用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 巨大的學習曲線克服掉 OK 那 你說就 就你們MicroTensor聽最聰明 就只有你們想到這樣 都沒有人做嗎 當然是有啦 那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TensorFlow Lite Micro 對不對 那我這邊呢 截取了一些他們Tutorial裡面的 的那個什麼 的 Code的畫面 我還是有講Code 我還是有講Code OK 那我先截取一下他們畫面 讓大家看一看就是說 TensorFlow Lite Micro 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它的解決方法呢 其實也跟我們的想法很像 就是說 好 你Deep Learning 欸 有人有舉手嗎 是嗎 沒事沒事 好 你們Deep Learning 你們這些Deep Learning的 那個Data Scientist 你們就勸 你們就勸 然後勸完之後呢 想辦法把它存下來 那存下來之後呢 身為Embedded System 的Programmer 我有TensorFlow Lite Micro C++的API 那又怎樣 好 那我就第一個 剛開始我先想辦法 把你們那個Deep Learning 勸好的Model的檔案 揉進來 揉進來 揉進來之後呢 我把這個Model 塞到它的Interpreter裡面 然後塞到Interpreter裡面之後呢 好 我就 叫Interpreter說 好 我現在要算這個Model了 幫我Elocate Memory 然後把TensorElocate好 然後再Call一個Evaluation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最後的Output是多少 欸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Model啦 好 那Embedded System Programming 就很開心了嘛 可是我們不開心 我們MicroTensor的Team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 舉個例來說好了 欸 如果這個Model 太大了 然後 那個 Deep Learning專家跟你講說 不行 我這個已經 Model已經小到不能再小了 對 我就是這麼小了 對 那如果你還塞不進系統的話 你想辦法 欸 Embedded System 你是Embed System專家嘛 你想辦法 幫我把 譬如說把這個Model 那你一個想到的方法就是說 好吧 我不能在一張板子上面 一張 一個板子上面跑 我把它拆成兩個板子 哇可以了吧 然後兩個板子之間 透過一些方式去做溝通 然後去交換資料 然後去做部署 這是可行的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欸 這個Model 是長什麼樣子 那 通常啦 在TensorFlow裡面 它會存下來的檔案 就是像 它會用的就是像 Portal Buffer 或Flat Buffer 那它是一個Binary的Format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要 你要自己去拆那個Binary的Format 那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要拆這樣的檔案的話 其實很容易犯錯 你拆錯的時候 這檔案就壞掉了 它可能就 就弄不進去了 好 這是第一個 你要做這樣子的 算是Refactoring吧 Model的Refactoring 不好做 好 那第二個是 欸我不是有說它有各式各樣的那個 在Embed System 可能有各式各樣的那個 其他裝置嘛 可能你可以插一個SD Card的Reader 你可以 或者是你插一個USB 等等 欸 你說這個Model太大 那我有個Walk around 就是 我去把這些External的Memory插上去 然後把這些Model的權重 放在這些Memory上面 那這樣的話 我剩下 板子上面的Flash Memory 我就可以做我愛做的事情 欸 這樣也是一種解決方法 可是現在 你在Allocate Tensor這裡 好像沒有地方可以讓你指定 就是說 我什麼Tensor要存在哪裡 我什麼Tensor要存在哪裡 全部的那個Allocation就是由這個Interpreter幫你 幫你搞定 好 你說 它是不是Open Source Project 是 那你就要去看它的 那個Interpreter裡面的Code 它在哪裡 Allocate Tensor 然後你要怎麼去介入它的 Allocation 的那個 那個整個procedure 然後你去控制它說 喔 我現在哪個Tensor要放哪裡 哪個Tensor要存哪裡 好 那 所以這個 TensorFlow Lite Micro 有解決一些問題 可是沒有解決我們全部的問題 那 我們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就自己來 對不對 好 那 在我 跟你們說 開始說說 我們接下來 幹了什麼事情之前 我先讓你們看說 我們 最後的結果 大概是怎樣 那 通常大部分人都把Demo放在最後嗎 沒有 我把Demo放在前面 OK 好 那 那 等我一下喔 先暫時把它轉為Mero OK 可以嗎 OK 好 那現在看得到我畫面嘛 對不對 那為了證明呢 我沒有造假 我先把這個 那個 產生出來的 這個是自動Generate 那個C++檔 跟Header檔 這樣 好 然後呢 我就 對 這個 然後這個MACFile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它去call我們Microtensor的一個Cli 然後呢 這個Cli來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 好 我就MACCPP OK 然後 它就會 它就會 產生那個 那個C++ 的CPP檔 跟那個Header檔 OK 那這個Header檔 跟CPP的檔案呢 裡面的call呢 基本上就是說 根據 根據 這個Dip Learning專家 給你的Dip Learning的model 去轉換出來的C++的 那個什麼call是多少 OK 那當然它用的那個Library 就是我們Microtensor的 C++ runtime OK 所以 所以 然後你就可以 我這邊是用那個CMAC 對 所以你就 譬如說 就寫個CMAC 然後寫個 你自己的 Main function 然後就開始去使用 我們Generate出來的這個 這個D++的 model的檔案 對 然後你就可以 比如說 我就compile我的 Executable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在我的Main function裡面 做的事情也很簡單 就是我 我這邊是一個 image的classifier 就是我就讀一張圖片進來 然後去辨別說它到底是 哪一個類型的圖片 比如說像這樣 好那 這邊就 隨便 那我就挑一張圖片 跑一下 OK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demo 好 就是說 比如說 喔 我對那個4.png 這張圖片 predict出來的label 就是4 就代表說我辨別 它是第四類 可能是一個飛機 OK 好這張照片 可能是一張飛機的照片 對 好 那整個 基本上來說 這邊就把整個 microtensor 最後的樣子 差不多就 我再取消MIRROR的話會不會去嗎 好 所以 其實Microtensor到這個時候 你就大概知道 就是說 它的整個流程就是說 我們想像是說 有一個 deep learning的 那個什麼 data scientist training model 把這個model 給了那個 imbed system programmer imbed system programmer 透過Microtensor 提供的tool圈 然後去把它轉換成 它可以使用的 C++的source code 然後呢 它 用那個 generate tried的 C++的source code 去做部署 對 那 這個 當然 這是目前為止 microtensor的長相 是這個樣子 當初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OK 那我們就開始講故事 當初的時候 microtensor長什麼樣子 不過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對於microtensor 那些要求 確實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有希望就是說 microtensor 可以做到那件事情 比如說 Binners要小 然後要各式各樣的儲存方式 然後還有 就我剛才列了那幾點 好你們都自己回去看 好 那當初呢 我們設計的那個 API的長相呢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大概最核心的物件就是兩個 一個是operator 一個是tensor 那operator呢 通常就是 如果各位對於 各位對於 有人自己有玩過 deep learning的東西了嗎 可以舉個手嗎 可以舉個手嗎 Good OK好 有些人知道 所以剛剛舉手的人 如果你發現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問那些舉手的人 OK 好 OK 那operator 基本上就是定義的 就是說 欸我有一些tensor當input 我要做什麼樣的運算 然後算完之後會有個output 或者會有多個output 所以這是operator這個物件 它的基本的設計 然後每個operator呢 裡面會有個kernel 那這個kernel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function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設計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就是說 讓你在這些function 你可以很簡單的就是說 透過客製化每一個 那個operator裡面的kernel function 對 然後你可以去 去使用 那個什麼 你現在想要部署的那個target上面 可能有一些針對你的hardware 做過優化的一些bender提供的library 那舉個例來說好了 因為當時我們 這四個人裡面呢 其實有兩個人 當時是Arm的工程師 對 所以他們當時的目標當然就是整合 Arm在embed OS上面有一個專門針對 neural network 做過優化的一個library 叫做CMSYS-NN 那這是我們operator的設計 那當然tensor 我們當時也是實作了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tensor 有ran tensor 然後這邊圖上沒有畫 還有像譬如說我們有個sd tensor 那顧名思義就是說 ran tensor它的memory 就是locate在ran裡面 然後sd tensor呢 它就說 這個tensor呢 其實我會去那個sd card裡面 去找一個檔案 然後把那個檔案裡面的內容讀出來 當作我的tensor群眾 所以透過這樣子不同種類的tensor 我們去支援就是說 你可以自由的去控制就是說 我這個tensor的實際的資料到底要存在哪裡 OK 那這是當初的設計 聽起來好像 我剛才講的一些東西 在第一代的時候都已經有了 那時候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那時候其實碰到了一些問題 或者說得到 有人拿來用之後 給我們的一些feedback 有問題 好 那個時候的問題是什麼 那個時候是說 這個是我剛才講的 oh sorry 這一個是我剛才講的 我回去大家同一片看的時候 比較不會一直不知道我那張圖片在幹嘛 當時的issue大概主要是這些 第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我這邊這個截圖有沒有 是當初Neo跟Kazami 把第一代的那個 就是第一個版本的那個 Microtensor寫出來的時候呢 他們要demo 他們要demo 對不對 那或者說他們要證明就是說 欸我們寫出來的code 是對的 出來的結果是OK的 OK 那這些code是怎麼弄出來 他們自己用手寫 對他們去在拍子裡面 就不停的把那些wait print的出來 然後copy-passed 然後就不停的copy-passed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欸這個過程蠻無聊的 而且其實蠻機械化的 對然後就很無聊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欸我們的binary size其實有一點大 那主要的issue來自於哪裡 我們當時呢 欸我們在tensor 因為我們的tensor有 譬如說就拿ran tensor來講 這個ran 這個ran tensor 它裡面存的可以是float 可以是integer 可以是double 身為一個c++ programmer 碰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最自然的是什麼 欸用template啊 用template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時有一點點 忽略了這個issue 所以用了太多的template 導致我們的final sense有點大 OK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當時看到c++11 非常的興奮 尤其是那個時候c++11 一個重要的standard library smart pointer 我們用了share pointer 太大了 嗯太飛了 OK 然後再來 我們的ran tensor的始作 其實也不太理想 就是說 我們需要這麼多memory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去call moloch OK 那其實 不管是從performance的角度來說 還有剛才我提到就是說 最好我在看到call的時候 我可以一目瞭然知道 就是說我用了這個library 這個library會用掉我多少memory 這針對一個imbedded system的programmer來說 欸這件事情如果可以寫在call面 清清楚楚的話是最好的 而不是我要去trace code 喔這邊用了四個byte 那邊用了十個byte 加起來四個byte 對 最好是清清楚楚比較好 所以 當時大概這些issue 我這邊有附一個github的link 點進去之後呢 會是當時我們legacy的master 對 所以 那我們有留下來 這是當時的legacy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說 欸我們當時候 犯了這些錯 OK 那 工程師嘛 犯錯了 犯錯就改了 對不對 那 那 這邊 接下來就是我主要負責的部分 那個 這就是一個co-generator嘛 這剛才也demo給你們看過 所以 它解決的是第一個issue 呃 勸好model之後呢 身為一個imbedded systemprogrammer 不需要再去寫無聊 就是 重複那些機械性的操作 就是說 我這邊要 喔這邊這個位置 1234 然後我就copy paste 1234到我的c++file裡面 不用 我幫你寫好了 那些header file啊 c++file OK 那 這個co-generator當然不是 只做 那個 寫code這麼簡單的事情 它 中間還有一些feature 像這個的話是 它會幫你做一些優化 譬如說 這邊優化的例子 是指說 其實呢 中間被我 有標出顏色的那些operator 有沒有 是被我標示說 欸這個是可以 被優化 那 優化的方式是什麼 這些operator 我可以用一個operator代替 然後 它的 那個取代之前跟取代之後 計算的結果會一樣 其實 站在compiler的角度就是 它會幫你做一些code rewrite 對 那我這邊就是做一些graph的 rewrite 對 那我會做code generator 會幫你做這樣的優化 當然我們還有做一些location planner 那 這個圖呢 是我 用了一個python的 那個最佳化的sober 去解出來的一個解 那 這個解在幹嘛呢 它在說的事情 橫軸呢 是你的memory pool的size 譬如說 以這邊的例子來說的話 它總共有那個 10kb的pool的size 然後呢 縱軸呢 是那個tensor的名字 對 那 這個意思就代表說 我找出一個最佳的allocation plan 第一個tensor呢 要佔用這個pool前5kb的 5kb的空間 然後第二個tensor呢 會佔用後面5kb的空間 然後這些allocation plan呢 是根據這些tensor的那個 它的 lifespan 在這個計算的過程中 的lifespan 所以它會確保 同時 會被同時需要的tensor 不會佔用同一塊的memory OK 大概是這樣 這邊只是一個示意 如果有興趣知道說 我這個sober是怎麼做出來的話 等一下再跟我聊 OK 所以我們就成功 有了這個code generator之後呢 我們就成功實現了一個workflow 就是說 哦 左邊是原本binary的model檔 然後透過microtensor之後呢 我們可以 給 或者說 i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 它可以透過我們的toolchain 很容易拿到右邊這個c++的檔案 然後對於 一些i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的時候說 應該 如果要你選擇處理哪一邊的話 應該會選擇右邊吧 是吧 對 我們就減輕了它的負擔嘛 然後code generator 本身呢 它的設計呢 好 我就超compiler的 對 那就是說我們也是有所謂的frontend 然後有中間的那個transformer 然後有backend 然後被我用虛線誇起來的地方呢 全部的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都是可以被替換掉的 你可以把自己的frontend替換上去 然後你也可以把自己的backend替換上去 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說 喔 我最後的時候我要怎麼generate我的code 那你就替換掉我的backend就好了 OK 那 我們就實現大概是這樣子的合作方式 OK Dip learning的expert 訓練好model之後把它存下來 可以存成Protobot的file Tflitefile OX 或者是Pytorch 然後透過MicroTensor之後呢 你會拿到一個C++11-compliant 的MicroTensor的source code OK 然後這個可以由Embedicist 去決定要怎麼使用 我們繼續解決吧 對不對 那 那個什麼 我們原本就做了好的事情 我們繼續保留下來 像 我們 就是revised之後呢 也是有一個所謂的operator interface 那 它有一個 pure virtual的 pure virtual的method 叫做compute 那基本上這個compute就是扮演我在說 前面每個operator kernel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面就是 就是你愛用什麼樣的library都可以 對 那 所以你可以套用你喜歡的 或者說任何高效能的 的那些 運算的 運算的那些library這樣子 好 然後 我們也對Tensor interface做了大幅的改進 那 當然改進的方向就 就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用了太多template 其實改進的方向就是很簡單 就是把這些template都拿掉 對 用一個比較genetic的實作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改版完之後呢 呃 我們的rentensor 在這個地方 呃 你要指定它的type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用template 去 去說 喔我現在是一個float的rentensor 或者是一個integer的那個rentensor 那 我們是透過帶一個參數的方式 那這個 這個flt它基本上是個enumeration 啊 對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OK 我透過這樣的方式去 去帶一些type information 給這個 這個tensor 然後再來就是說 左手邊的那個tensor 物件 看得到的話 OK 左手邊這個tensor 物件 我們原本在這邊呢 放的是share pointer 我們沒把share pointer拿掉 對 那所以 透過這樣的改進之後呢 我們的binar size 就大幅的減少 然後 還有 我們在做read跟write的時候 原本也是 它也是一個template 然後 我們也是把它拿掉 然後 拿掉的方式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蠻好玩的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 非常熟悉 CEO C++的programmer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方式其實是 蠻常見的手法 只是對我來說 反正我今天就來講故事嘛 就是按照我的角度 分享我的想法給你們聽 好 那個 它這個 我們在read跟write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包進一個叫做 integral value的這個物件裡面 那這個物件到底是什麼呢 它本質上其實就是 一個像void pointer的東西 對 它就是反正就是說 我就是指著一段 它就代表一段記憶體 對 啊至於這段記憶體 我要把它cast成 float的pointer 還是要cast成 那個pointer 那就由那個什麼 programmer自己決定 那當然 有programmer自己決定 意思就是說 我的co-generator 會在這個時候呢 把type information 透過cast的方式 帶進去 那這樣我就不需要 再有一個 read跟write的template 然後還要 帶一個type information 然後 那個什麼 我就可以把這個template 拿掉 OK 好 那經過這些之後呢 我們一樣保有了 之前的一些 優點 比如說 我們一樣還是有所謂的 rem tensor rom tensor 那 rem tensor 一樣 這個tensor 是從 那個什麼 rem去讀跟寫 然後 那個rom tensor 它就是從 它是從那個 read-only memory 去讀取資料 然後 下面就是說 我們把那些template都拿掉了 然後那個read-write的API 也做了改進 那binar還是變小了 好 那我們也有 定一個allocator interface 然後我們也自己 實作了一個 簡單的allocator 那我們實作這個 簡單的allocator呢 我們的目的是 當作是一個 showcase 就是說 首先 這個allocator的 我們這個 local circular arena allocator 它基本上 它 會自己host 你 譬如說 以上面這個code來說的話 上面兩個code來說的話 就是說 第一個allocator 我會用掉 512個byte 它下面的pool 是512個byte 這麼大 然後 第二個allocator呢 它是 5萬個byte 這麼大 所以你就 這邊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 就是說 這兩個物件 主要會佔用到 你多少的memory 就是實現 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 對i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來說 我在用你這個library的時候 我最好可以一目了然 知道 你就是會用掉我多少memory 對 那這樣我在做一些 硬體上面的規劃的時候 也會比較容易嘛 就是說 我這邊 就是只有這麼多memory 你要用掉我這麼多 那我就是要把它拆開 好 那下一個問題就來 拆開 還記得剛剛 TensorFlow Lite Micro也是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要把它拆開 那拆開怎麼開開 這就為什麼 我們會想要把它 做這樣子的 那個什麼 code generator的原因 因為我最後交給你的 是一個 就是一個 C++的source code 對 所以如果身為一個 programmer 你想要把它 做 某些程度的refactor 包括就是說 我把它從一個function 拆成兩個function 三個function 然後或者 然後三個function 部署在不同的盤子上面 然後透過 一些neward communication 去實現我的部署 這都變成說 對i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來說 都變得相對容易很多 好 所以呢 最後 最後 我來總結一下就是說 其實 MicroTensor 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與其說 它是我們的一個project 其實應該說 這個project的那個什麼 核心精神是什麼 其實應該說我們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我們一直在意的是 是cooperation 因為我們就是 因為 透過MicroTensor的協助 我們希望實現的是 Deep learning的expert 跟 Embedded System programmer 可以最大程度的做合作 而且這個合作最好是順利的 然後成本是低的 那 因為我們相信呢 如果你想要 go fast 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g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 OK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句話 所以我就硬把它放在這裡 好 對 那這跟我們 這個同名片就是我 昨天晚上新家的 昨天的照片 對 對 那就呼應了 Sidework的基本精神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最好可以有各種跨界的合作 那其中對MicroTensor來說 這個跨界合作就來自於Deep learning 跟Embedded System 好 所以你要怎麼 最後就來工商一下 對 那我們要take action 對 那我們 我們Sidework 呢 一直都有在提 我們每個月其實都有 那個什麼 那個 辦Sprint 對不對 然後下一次呢 會在12月30號的 2023年 10月30號 對 然後呢那個 MicroDance當然也在裡面 那 如果你喜歡寫Python的話 行 我這邊有Python解不完的issue 不是 Python很多的功能 可以這樣一些 對 那你說 我是尊貴的C++programmer 我幹嘛寫Python 好那些 行行行行 我這邊有很多 你有興趣看TensorFlow的C++ source code嗎 有興趣的話 行 你來幫我 那個什麼 擴充我們的 那個什麼 C++的run time OK 所以 絕對的歡迎 那這邊的話是QR code 大家看起來好像都沒有拿出手機來掃 對 那個 或者截圖一下嘛對不對 然後看看身邊朋友有沒有誰有興趣 對不對 就把這個QR code送給他說 欸 這邊有一些不錯的project喔 然後有興趣來一起寫Call嘛 對不對 對 那期待在這些活動上面看到各位 OK 好那這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什麼問題 好 謝謝那個Divoy的分享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那個Sidal上面現在沒有問題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有稍微有一點超時了 對我不小心稍微有點超時 所以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先休息 嗯 如果有 有有有有太好了有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 來Sidal work 來Sidal work 找我 對 對 因為我們當時有一點 我承認我們有點捉襟見肘 就是 我也是透過這個project才體會到一件事情 維護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是個full time job 對 對 那 那 我承認我們的一些contribution guide等等之類的 確實沒有寫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如果你說在場的各位 你的疑問跟這位朋友一樣的話 那我的答案很簡單 來Sidal work找我 對 對 來Sidal work找我 對 那個 有些不能在檯面上面講的 我也可以在Sidal work上再跟你講 OK 不會 反正我也不是Arm的人 對不對 好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就謝謝Dboy 好謝謝謝謝